台湾预测19大名单,习近平三大亲信将阅计入场。中共最高层人士即将于19大后发生变化。台湾多学者预测中共新一届政治局常委名单时认为,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不会续任常委,重庆市委书记陈弥瓦则普变被看好将以接班人身份入选。 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18日举行,会中将确定中国未来政局。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中心16日举办中共19大政治精英甄选,预测与分析研讨会,邀请学者专家预测相关人事变动。 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除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确定将在19大连任外,其余人选始终未有定见。 特别是王岐山是否留任常委,是外界高度关注的一体。 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寇建文表示,王岐山不连任常委的几率较高,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栗战书、赵乐际入常机会不小,胡春华、汪洋入常机会相对较高, 而目前尚未成为政治局委员但渴望越级入常的中共政部级干部有陈敏尔、李强、张庆伟。 该中心研究员陈德生与政大经济学系助理教授王信实则以统计方法设立模型分析,得出习近平、李克强、汪洋、胡春华、栗战书、韩正、陈敏尔等7人名单。 但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副教授张伍岳指出,王岐山留任常委的几率不大,就算留任,也不太可能继续担任中纪委书记一职。 目前中共中央委员以上,担任过两个省市一把手的是胡春华与陈敏尔,被外界归类为可能接班人,很有希望入常。 台湾师范大学公民教育与活动领导学系教授黄信豪认为,应会有接班人的安排,即胡春华与陈敏尔,若是不安排接班人,19大政治局常委不排除谨慎武常委。 此外,栗战书、汪洋、韩正也有望入常。 该中心执行常洪耀男则在会上提出智慧交易所的网络交易预测结果,其中,习近平、李克强、汪洋、栗战书、韩正的价格都是70元,代表稳定发生。 胡春华、陈弥尔、赵乐际、王岐山价格则在40至60元,代表有机会,王滬宁、张春贤、李源潮则都低于40元,发生几率较小。 美国顶家智库布鲁金斯学会10月13日发表文章称,常委会的规模不是固定的,有可能由5名成员组成,也有可能由7名成员组成,还有可能由9名成员组成,但是都会包括习近平和李克强。 文章还列举了一些有力的竞争者,包括李战书、赵乐际、韩正、胡春华、陈弥尔、汪洋、李强、王滬宁、李希和李鸿忠。 英国BBC中文网10月16日在报道中共政治局常委热门人物时提到了7人,他们包括李战书、赵乐际、王滬宁、陈弥尔、胡春华、汪洋、韩正。 这个